晚上好 家人们 晚上好 来打一包上人 好不好 家人们 打一包上人 把直播分享到阿伟的群里 好不好 直播分享到阿伟的群里 粉丝群里 好不好 打一包上人 对 谢谢 来人亲 晚上走一走 感谢点赞 谢谢 打一包上人 然后分享到阿伟的群里 好不好 家人们 今天给大家聊聊心里话 对 我爸 我们他们都在家 刚刚吃了饭 刚刚吃完饭 直播一下 给大家聊聊心里话 西西夸角 哪有你们说的这么帅哦 加油 我会加油的 家人们 我会加油的 晚上好 晚上好 来 直播间两千人了 咱们打一包上人 好不好 非小大阿伟的群里 有时间了 有时间了 到四川来找我啊 家人们 对 四川是有很多理由的地方 到时候有时间我带你们去玩 好吧 感谢点赞 谢谢 感谢点赞 谢谢 对非小大阿伟的群里 好吧 非小大我那些粉丝群里 因为有很多粉丝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直播 感谢点赞 谢谢 五走的号就是我的号 我们两个是好兄弟 都是一样的 感谢加入粉丝团 对咱们点点赞 加入一下粉丝团 谢谢 还是一天不直播 是比较想粉丝们 因为我也特别想你们 所以我刚才吃了饭 我就直播一会儿 大家们聊聊心里话 这两天我也调整了一下我的心态 很多东西呢 我觉得我也累了 我想就是做点属于自己的东西 因为工作也不能不那个 对不对 家人们 你没想我吗 想我就把账账点一下 好吧 来 直播就2800人了 咱们人性上到3000 好吧 咱们把账账点一下 谢谢 感谢点赞 谢谢 2900人了 咱们把账账点一下 好吧 然后呢 非小大阿伟的那些大群里面 说阿伟在这里直播好不好 家人们 给家人们聊聊心里话 感谢点赞 谢谢 感谢关注 没有关注的 关注一下 谢谢 你们都吃饭了没有 家人们 都在忙什么呢 感谢点赞 给阿伟点点赞好不好 吃好 吃好了 是吧 谢谢你们 要过年了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打一包杀人 把我飞雪都娶你好吧 老爸 好了别直播了别直播了 老爸 说说这事吧 什么事啊 关系 关系 没事我跟我 匪师妹娘去 没事 你有什么你说 你刚才吃饭吗 我没有说 你老妈妈反正在山的时候 跟你好好说好好说 我老妈你们两个怎么样 最近又怎么样 你说你的事吧 啊 我的什么事啊 我的也不会有什么呀 你说你你你 阿伟啊 你这个事情 你阿子的也好 这个易老板 这个PKS 这种事情也好 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有什么意义啊 打电话让你回来 你看 你看你这个样啊 真的是 完全是在外面丢人现眼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吗 什么叫你自己的事 丢人也是我自己丢人吗 你不是我儿子 我PKS都不得管 我跟你讲 你这算哪样啊 你这个算 为了一个女的 又是那个 我真的呢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你 事业方面 你管我就行 我事业方面 你看看 这大半年来 你算看看 啊 要不是那个 堂堂帮忙 这个公司早就那个了 还是你一个人的事 我就知道我回来 你就又说我 我都不想回来 你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对不对 我丢不丢人 是我的事 这个是我自己的私事 你不用去 那个啥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什么叫你自己的事 那我的粉丝卖都说不丢人啊 这有什么丢人的 对不对 我追求一个我喜欢的人 有什么丢人的吗 你这两天我 我这个 上次跟你联麦以后 有不少的粉丝都嫁我了 都跟我说了 对不对 不值得 你这个 这个 那么大的人了 怎么应该分得清楚了 听众了 对不对 前面 我前段时间我要说 你这个 不管你 你跟阿子怎么发展 那是你的事 从现在来看 我觉得 有的粉丝也说了嘛 对不对 不值得你去那个的 还在执迷不悟 那我不甘心了嘛 对不对 什么叫不甘心吗 你不甘心什么吧 你不甘心输给伊老板了吗 有什么意思吧 你就得PK赢了 又有什么意义啊 不只是这个PK的意义 你讲了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事情 就不要去做 那证明什么吗 你跟伊老板打PK 你赢了证明什么 证明你比他优秀 然后阿子回到你身边 我又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该画个句号了 对不对 这段时间以来 我刚开始还觉得 反正你跟他那时代不行 退而求其次 这个阿子我看看 原先看看还觉得还可以 对不对 但是现在一路走下来 我觉得 他是这样的 也不值得你去再去那个了 一个大男人在外面做这些事情 我自己的私事 你就能不能给我一点空间 我跟你讲了 什么叫私事 对不对 我听你的呀 对不对 我一直以来都听你的话呀 听你的话 我现在才到这个样子 你也知道我丢人 那么你觉得 那么你觉得 我说从这段事情看过来 你觉得 是不是值得你去那个吗 反正我都 你的那些跟我 加了我的 都说不值得了 不是说百分之百 都说不值得 至少大部分说不值得 那不值得是我们做方人讲的 老师去扭着这个干什么吗 我发不像 我发不像 是油盐不尽 我用你死 不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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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球破回头 你现在 你现在就知道丢人了 对吧 现在我我这么去做 你就觉得丢人了 那如果我放的下午 我有必要这么去做吗 对不对 如果我放的下午 我有必要去去丢人泄言吗 那个时间和事实证明了 对不对 值不值得吗 你现在就发现 我我跟你丢人了 对不对 当初如果你不 不这样拿着我 我会 现在这个样子吗 到丢人的 这会这会上吗 对不对 不说过去了好不好 你也知道我半年时间 过去的事情 我们都不说了 说现在好不好 也许可能当时我们 不那么坚持反对 有可能 但是 事实反而言 他不是那么 对不对 不是那么跟你两个人 真心真意的吗 是真心真意的吗 啊 就这么短时间之内 家人们打一包 这人家家人们 你也知道我丢人了 对吧 当初 当初你不这么 不这么 不这么寡的 我这么也 现在会这样子吗 你也知道我这半年付出了 都说你 你你你你可能不清楚 但是你说让我放下 就就就就就这么放下 我付出了多少 你你是不知道的 我也没有跟你说过这些 你只知道我我我我付出了半年的时间 不知道 我也有清楚啊 你的钱花哪去了 我不知道 不要说钱的事 不说钱的事 我给你讲了 你你你怎么样啊 过去的就这样过去了 对不对 这都2020年了 一个新的 新的新的起点 好不好 该放下的放下 留不住的就留不住啊 哦 就靠你去拿几桶花 打几个PK 你不是跟我说过 喜欢一个人就好好的去追求 那就行 但是现在我就想他值不值得你去喜欢吗 值不值得你去那个吗 你当OK 如果说粉丝都说OK 阿子他值得你去 对不对 那我们就 你事实时间和事实证明了 对不对 他是他是不是真心真意的吗 我就问你 是不是真心真意的 如果真心真意的 会在这么短时间的 跟那个心意的那个人吗 我不管他真不真心真意 对不对 我付出了我我做了 你付出的都是过去的啦 你要往前看 对不对 好女孩多得很嘛 比他优秀的多得很嘛 你只不说你不承认失败而已 有什么了吗 就算是错过了 我就说就算是错过了 好不好 那还有大把的 为了一棵树就丢掉整个森林吗 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懂我 知道吧 你你不了解我 我这个人 不了解你 你就是怎么样 面子 对不对 丢不起这个面子 有什么吗 不是面子的问题老爸 你怎么就不了解我的 不是面子的问题 那什么问题吗 你不知道喜欢一个人 你 你我给你讲了 对不对 粉丝 我给你讲 如果说粉丝说 好 我不说百分之百的粉丝说 值得你去追 我只要有百分之七八十的说 啊 只值得你去追 老爸都可以帮你 那粉丝妹都支持我的呀 哪不说粉丝是 至少跟我 都说不值得 啊 我不说跟我连的 这这这这 一百一两百个 这个这个啊 百分之百的说 至少是百分之六七十说 不值得追了 那只是其中之一的嘛 大多数的粉丝都 都希望我跟儿子在一起 对吧 嗯 他们都分的 让我去那种 知道吧 老是不面对现实 来直播间七千多个人 马上半切了 你们说 你们说 值不值得 家人们 我觉得我没有后悔 我觉得我很值得 你们觉得值得的话扣个一 不值得的话扣个二 让我老爸看一下 好不好 家人们 我不相信人家 我的这这边的 能够教我的 都是你的铁本 往前不要那个 我跟你讲了 你喜欢他怎么样 他是一个值得你喜欢的人 没有问题 你不懂 假如说 我给你讲了 假如说现在儿子他在 你 你 你那样以后 他找到一个地方 他默默的那个 啊 自己在那个房 没问题 老爸现在马上支持你 可以吧 可能有些东西完了 你你 对呀 你也知道呀 对不对 但是 你这么短的谈 你一想想他这么短的时间